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 大家平安 世人喜好权势 地位 好能高举自己 耶稣却要我们自谦自卑 然而真正合法 有力量的权威是什么 权威存在的目的 要是什么 圣若望保禄二世确定 权威是为了公义而存在的 社会中若没有赋予合法权威的人 保障法纪的稳定 或者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 促进公义 社会生活就没有秩序和效果 老师 什么是社会的合法权威呢 权威是指一种资格 国家或社团凭着他可以制定法律 发号施令 要求他人配合或服从 权威以人性为基础 由国家或社团负起连带的责任 执行权威是为了尽力确保社会的公义 权威是借着民主政体 及行政人员领选而来 由国民自由选择确定 凡是违反道德律 自然律 公共秩序或基本人权的权威 都不符合公共的利益 寻求团体的公义 遵循道德的方法达成目标 才是合法的权威 如果掌权者制定不义的法律 或违反道德的方法 都不能让人心悦臣服 在这情况下 权威的力量自动消失 且转变为迫害 请问老师 可以说明权威的来源 基础与目标吗? 道德秩序所需要的至高权威 是从天主来的 所有的权柄皆由他而来 所以要服从有权柄的人 谁反抗上级的权柄 就是反抗天主的规定 而反抗的人 就是自取处罚 权威是为公义服务 所以不能从自身取得权力 与道德的合法性 而是作为一种道德的力量 这力量的基础是 自由与责任 圣多玛斯说 法律的力量来自永恒律 因此要以正直的理性 立法才具有法律的权威 如果立法偏离了理性 就属于不义 因为它不符合法律的目的 不如说是一种暴力 老师要以什么态度 面对合法的权威呢 众人对于权威 有尊重和服从的义务 所以对执行执权的人 要表示尊敬与善意 对他们的功劳 也要有感恩之心 我要唱给全世界听 全世界听 主我主我在这里 在这里 请听你交换的声音 公益是指生活在一起的群众 共同寻求公共的益处 为了达到更完美 以及止于至善的目标 社会团体和个人 彼此协助 参与服务 请问老师 可以说明公益的基本要素 和目标吗? 依照社会的本质 个人和社会的公益息息相关 公益必然地要顾及个人的权益 同时公益也要求每一个人 尤其是那些掌权的人 必须谨慎明智地做出有益众生的贡献 公益包括三个基本要素 一 为了公益 公权利必须尊重人的基本权利 允许每一个人实现特殊的使命 二 公益要求社会福祉和团体的发展 权威必须让人能够成就个别使命 所必须的一切 三 为了公益 权威应采用正当的方法 确保社会的和平安全与正义 国家有责任 确保国民和法自我防卫的权力和能力 参与公益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与义务 这权力建基于与生俱来的人格尊严 教会肯定让绝大部分的国民自由 并参与公共事务的国家 是值得赞扬的 请问老师 老师要以什么态度参与社会的公益呢 首先 要避免违反法律的制约 和不履行社会义务的行为 更要坚决谴责 欺诈 舞弊和狡猾等 违背社会正义的手段 教会相信 谁教育下一代 并且正确地指出生活和希望的终极关怀 人类未来的命运就超在他们的手中 所有的人必须在各自的职位上 出于自愿 慷慨乐意地投入社会服务 促进公益的工作 圣宝路宗徒富有智慧地指出 参与公益的最终目标 人不要只求自己的利益 也该寻求别人的利益 要如同我一样 在一切事上使众人喜欢 不求自己的利益 只求大众的利益 为使他们得救 本集的教理就共享到这里 我们帅哥正确